医生们对一种叫做Anacetrapib的新药物将来可能挽救生命抱有很大希望 至少1600名患者参加了对这种药物的有限临床实验 其中一部分患者服用这种药 其余的患者服用安慰剂 霍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的克里斯多福·坎农医生是这项研究的资深临床实验员 我们对一种新的药物进行了临床实验 药效比过去的强4到10倍 多年来医生们一直利用他听类药物降低坏胆固醇 可是他听类药物却不能同样有效地提升好胆固醇 而好胆固醇可以清除动脉血管中的斑块沉积 在这项临床实验中服用该药的这组患者发现 他们的坏胆固醇降低了40% 而好胆固醇提升了138% 哈尔兰·克鲁姆·霍兹医生是耶鲁大学医学院的专家 这种药物在降低坏胆固醇提升好胆固醇方面真的相当有效 研究人员一致认为需要进行更大规模时间更长的临床实验 明年初三万人将参加这一药物的为期四年的国际临床实验 已被确诊患病 而且正在服用他听类药物的患者将服用这种新药 克罗姆·霍兹医生说 在这种药物上市之前 医疗界需要了解更多情况 这些变化是否能使患者受益还有待证实 与此同时 医生们说 以前的建议仍然有效 要经常锻炼 远离导致坏胆固醇增加的 让人发胖的食品和不健康食品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